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秦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啊 啊哈喽大家好 我是东京设计师学院的秦老师 呃 我们学院是这样 他隶属于日本的一个叫安达学院集团的这样一个教育团 然后刚才这位老师有说过就是我们的旗下有很多专门学校啊 比如说像中国学团比较多的呃 这所东京设计师学院 还有比如说呃就职率非常下非常高的这个叫东京观光专门学校 呃 那当然除此之外的话 除了这些专门学校之外的话 我们也有呃 自己的语言学校啊 名字叫做童叶外语就这样 呃 他呃 当然我们这些学校来讲呢 除了呃呃 除了在东京之外啊 还有比如说大阪 美国 福冈都有自己的学校啊 对 对 那我们东京的六所学校呢 主要呃呃 呃 地理位置是在三首线的圈内呃 呃 做的话应该是做JR的SOPUSEN 就是那个中午线呃 沿线的话都可以到 然后就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范庭桥还有隧道桥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隧道桥这边有的 呃 东京巨蛋啊 就是说 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偶像看影上会经常选择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啊 不错的 对 呃 那呃 当然了 就是说首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专门学校呢 呃 比如说这个东京设计师学院来讲呢 呃 它是一九呃 六几年成立的 呃 也到现在为止应该也是五十多年的历史 呃 专门学校的一个特色来讲的话 就是是一个综合的设计校 就是嗯 特点来讲的话 呃 除了你在学一个本专业之外 你在二年级的时候还可以选修一些其他的专业 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学习呃 在你学习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掌握很多方面的一些设计的一些 呃 基础的一些知识 呃 将来可以对你这个呃 设计方面的一些创作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就职方面的话 会带来很多的帮助 这个学呃 首先这个的话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 那学费来讲 我们这边的话是两年的话大概一共是250万日元左右 呃 最后人民币的话应该是15万按照现在的汇率 两年 对好的好的 但是呢 就是说呃 当然如果我们呃 学生已经有N2的话呢 可以直接从海外直接报名 那当然的话 如果呃 比如说大家的语言还没有达到这个L2的标准呢 呃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通过我们的 语言学校 语言学校 对 这个同学外语呃 可以就是说呃 学习半年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说大家选择一般呃 十月生这样一个留学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十月份进来之后 然后再下一年的三月份毕业 然后直接因为我们是属于直升嘛 内部升学这样的一个升学的一个图形 而且通过我们语言学校呃 升到自己的专门学校的话呢 在学费上呃 会有呃 两年下应该大概是45万日元的一个减免 好的 那老师 你刚提到说 如果在国内有N2的情况下是可以报这个专门的吗 像直高中专这样的学历也是可以的 啊 这个是可以的 对 那如果N2的话 他直接联系你 我这边直接联系您 咱从网络面试就可以的 啊 对 呃 是 呃 首先的话就是说呃 必须得有N2 然后之外的话 比如说跟其实跟语言学校申请的话是一样的流程 就是说你要准备一些 呃 比如最终学历证明啊 或者呃 比如说经济呃 经费支付人这一块的话 可能需要爸爸或者妈妈的资账证 收入证明 拿税证明 这样的一些东西 在这些东西准备准备好之后的话呢 有我通过 然后由我来直接联系我们学院和老师 然后安排一个面试 那基本来讲的话 呃 当然呃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网络面试 但是就是说呃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那个Skype账户 账号 哦 了解 了解 我记下来 嗯 好的 比如说他们对这个设计比较感兴趣的话 设计方面像是都都包括什么纵脉呀 这些都包括是吧 对 我们首先设计来讲的话呢 呃 其实这个这个学校来讲 其实15年之前有一个呃 动画设计 动画的这样一个学科 他是比较呃 里面的老师 包括呃 我们一些就职的一些情况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就是当时在学的呃 毕业生算是我们的学长呃 学科学姐们 他们其实说也有很多很多漂亮的成绩 里面的话有有两位的话 我知道就是说他毕业之后呃 参与过很多日本的一些动画的制作 后来也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呃 有一个名字叫呃 有一个男孩子叫朱小呃 他应该是13年还是14年毕业的 对 然后那个他在日本就是后来自己开了一个自动动画的制作公司 叫呃 糖果和呃 诸诗会社员 应该是在日本的话就是肯定表克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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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对 非常的 不能说非常有名 但是他的公司的话就是说参与了很多这种制作 日本了 嗯 而且现在像我们国内的话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本身我们国内动漫的产业也在起来嘛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说日本的那边也做 但是也在呃 中国的这边也寻找很多这样一个呃 机会 对呃 呃 这是他 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最近也是得到一个好消息的担当有一部就是算是一个呃 怎么说呢 青春系的这样一种动画的一个摄影导演 对 嗯 这个的话其实在外国人当中也是比较少见 对都是不错的 但是刚才讲的话其实这个专业呢 其实是之前的话都是在我们这个东京设计师学院里面 但是这个动画专业的话其实是从15年之后就是转到我们这所学校里面 这个学校的名字叫做呃 東京 Kulu Japan 他这个名字是从明年四月份开始正式变更 对 那这个学校来讲的话呃 游戏和动画只有这两个专业 对相对来讲其实说规模不是很大 呃 大概应该是五六百人吧 当然这里面的专业因为代表了一些日本比较有特点的一些产业 所以说在这里面学习的 包括中国的学校包括留学生的话也都是挺多的 对 所以说我们学校来讲的话这两个学校还是比较有特点 上这样的专门学校对他专业知识有需要什么技能吗 呃 专门学校来讲的话就是说呃 可以从零呃 从零开始但是说呃 本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热情去学有兴趣 不能说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这个设计这边的话还有那个makecraft就是美妆设计 流行发型设计都有哎 那就是这个这个学校来讲设计师学院来讲的话 其实说专业挺多的呃 刚才您说的就是美妆设计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服装设计啊 还有最最多的话可能呃 这个册子可以看就是说 那家建筑什么的 留学生来讲就是说选择比较多的话就是平面设计 然后还有这个最多的话就是插画 插画设计 对 伊拉斯道 对 然后还有就是学漫画 对 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漫画呢呃 就是说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现在的话画漫画基本就是电子的 比如说通过比如说平板 平板或者是电脑来做 但是我们学校还会教你一些就是实际手绘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 就是他以前的话都是手绘的 没有没有这种电子设备之前 所以这块来讲的话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 对 好的 嗯 大概两年 两年 对对 两的表姐 好的 那我们重点再说一下语言学校吧 如果学生达不到N2的情况下 要先去同一外语学半年以上的日语 对 然后只要半年能达到N2就随时可以去再报考专门学校 呃 十月和四月两期 对吧 专门的呃 专门学校的话 我们每一年只有四月一期 对 所以说刚才我讲的 呃 如果大家比如说想来专门学校呃 但是日语还没有达到N2的话呢 可以选择 比如说在十月份选择进入我们的语言学校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呃 其实呃 生专门学校的话 其实除了你有N2之外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说你在语言学校待满半年就可以就可以上学 对 即使你没有N2 但是你没有N2的话要参加呃呃 专门学校的一个入学考试 就是笔试说白了 但是他的 其实笔试的这个日语的水平呢 还是跟日语差 跟二级差不多了 所以说如果你的笔试过的话也可以 对 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N2 呃 所以说在我们学校就是说学半年 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有的学生觉得可能学半年还不够 那可能你选择七月份来到我们学校学九个月也可以直接这样的 对 那当然我们内部生学的话呃 除了这个有这样一个便利条件之外的话 比如说呃 把这个名额的话可以给你保留呃 或者是比如说降低的 一些呃 难度 或者是这样 或者啊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能升到我们自己的专门学校的话 我们还有这种方便学费的一个减免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两年能见面45万这样日元 对对对 所以说两年减免45万的话 大概呃 我看一下应该是200可能就是20万左右吧 对对对对 嗯 那我们说一下同一外语这边的情况 现在学校的定员大概是 呃 我们学校来讲的话 其实 定员还不是很大呃 一百呃 二百七十人 现在 嗯 二百七十人 其实同一外语来讲的话 历史还是比较呃 悠久的 是1986年成立的 但是我们学校是这样 就是说呃 我们不是以这种扩张 不断的扩张为主要的目的 我们就是呃 一直发展过来的话 就是以这种呃 以教育为本吧 算是 就是说只要学生进来 我们好好的把它就教好 然后将他比如说将来在日本呃 工作也好 或者是学生之后 比如说回国 呃 就是说这样有一份 怎么说呢 对对这个 他自己也好 或者对他的一个国家也好 有一份帮助吧 就是我们最最初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发展下来呢呃 也是没有说最一味的追求 就这样的一个增援 增援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语言学校的话 这个位置刚刚介绍的专门学校都差不多近 是吧 是在事故和范田桥中间 对 大概两边走路大概多久了 大概不行的话 七分钟左右 嗯 七分到十分吧 走得慢的话 可能需要十分钟 对 然后 而且这个学校的话 就是在我们观光专门学校 有个叫东京观光专门学校 就在我们学校后 前面 对对对对 一前一后 所以说平时我们呃 东京观光专门学校的学生 包括我们语言学校的学生 平时也会有一些 互动啊 一些活动这样的 对好的 嗯 嗯 这是中国学生的话 大概这样几成呢 呃 中国学生是这样 我们这个学校来讲 是一个 呃 多国际化的这样一个 算是一个学校吧 就是也也不会发 呃 呃 发发展这种 就是全是中国人的学校 因为 呃 中国人学校可能一多的话 可能大家平时交流的话 就只有讲中文 不讲日文了啊 所以说来讲 现在的话 中国学生的比例大概是30%左右 嗯 百分之30%左右 呃 那 然后那个 我们说一下 学校的课程设置 我看这上车上有讲 因为日语综合课程 是面向考大学和考大学院 对 学生 然后有就职课程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之前的这个 前面有专门的课程 那我们重点说一下 这个面向大学和考大学院的 这个可能最多一些 嗯 嗯 嗯 对 呃 这个课程来讲的话 其实呃 主要的目标的话 当然也 不管你是升大学还是大学也好 可能因为 呃 都是 基本都是出了 当然 除了这种英语授课的这种学校之外的话 那肯定还是说 日语是最关键的 那这个其中一个目标 目标的话 就是其中 包括这个 英西游里面的日语 还有就是说 我们正常 GLPT 的N1 或者是N2 这样的一个目标嘛 对 所以说这块的话 肯定是不变 那这个来讲的话 基本是和其他学校也都差不多 那当然来讲的话 呃 除此之外的话 比如说呃 一些呃 呃 升学辅导啊 包括比如说小论文的指导 包括一些生 呃 那个 计划书的一个指导 还有包括联系 比如说你 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志望校啊 就是说你 考取这个学校的这个 比如说联系对方的老师啊 这样的一个呃 从开始到最后的这样一个 呃 整个一个过程的一个 呃 就是说 支援嘛 对 那这个的话 我们学校是有助的 当然了 就是说 我们学校来讲的话呢 呃 就是说 EGO 呃 就是说 EGO 里面的这个综合课目是不做的 所以说有学 有学生需要这方面的一个 呃 怎么说呢 呃 需求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他推荐 比如上学术啊 因为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话 有这样的很多上学术 对 那我们说一下就职课程 感觉学校的就职可能要比更有优势的 就职来讲的话 首先呢 呃 就是说 我们学校是这样 就是针对呃 我们国内本科毕业 还有就是我们国内呃 就这个全日识 的正规的大专长毕业的一个学生呢 我们有开设这样一个课程 那当然的话 就是说 对语言 首先对语言来讲的话 如果你入学的时候 你的呃 这个语言 比如说达到 N2 或者 N3 左右的话 那可能大概就是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帮大家去找工作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的语言 比如说还是初级的 那这样的话 可能需要这两年一个过程 对 那当然就是说 呃 可能一说这个就职课程 可能大家会想那具体都学些什么呢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就是 这个顾值来讲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陪就是说 教大家一些 呃 怎么说呢 在企业当中 就是你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这肯定是离不开这个商务日语了 商务日语 还有商务这个礼仪 就比今天是吗呢 对吧 呃 除此之外的话 比如说你在面试当中 遇到的一些呃 东西 比如说这个呃 履历书的写法呀 包括面试的一些技巧 包括这个呃 企业的一些呃 所谓的这个呃 所谓的这个呃 这个呃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呃 还有 除此之外的话 那当然在东京的话呃 定期的话 都会有这种 流行生专场的这样一个说明会 那我们也会就是说 积极地让大家去参与 那我们也会就是说 积极地让大家去参与 那我们也会就是说 积极地让大家去参与 那我们也会就是说 积极地让大家去参� 我们去 比如说 呃 投他喜欢的这样一个公司的 去整个也是这样一个服饰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在我们学校里面的话 也会有就是说 专职做这个就职担当的这样一个老师 他会就是说呃 呃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呃 呃 开拓一些不同的一些公司的这样一个呃 所谓的一个出口吧 就是说 呃 比如说 把这些公司我们都拿到之后的话 比如说 公司的人来到我们学校里面 来定期做一些什么企业说明会啊 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课 我们这个安达学员来讲的话 因为是专门学校嘛 所以说呃 专门学校的话 我们呃 每年的12月份在东京都会有一场 就是我们自己安达学校呃 呃 安达学员里面 就是专门学校一年级学生的一个就职说明会 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学校的学生 就是外面的人都都进不来 那当天的话会有500多家的企业 就是会来到这个会场 那他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呢 那当然我们这些专门学校来讲的话 有设计啦 游戏啦 比如说影视歌舞类啦 比如旅游观光类啊 或者上社啊 这样这样就是跟我们学校相关的这些领域的一些企业会过来 那当然就是说以前的话 只有专门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 那我们语言学校就是说就职课程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里面 就是说提前去感受一些日本的一些就职的一些过程或者这种氛围 当然你喜欢有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 你可以去听 老师如果报就职课程的话 需要多交学费吗 呃 学费的话都是 呃 一样的 我就是说没有根据这个课程不同啊 或者你选的course不同 就是说有这样差别 都是77万7千日元 而且我们的学费的话是可以半年一付的 呃 对 呃 大概所以说你在申请的时候呢 呃 就是先期只交半年的 那里面就是包括报名费啊 入聚金等等的加起来一共是46万5千 好的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啊 如果上就职课程的话 就是要日语达到N23水平以后 是所有就全都分拔了嘛 就是以后就不会跟大家一起再上了 因为上学的就是上学的班 然后就是上学的班呢 还是说是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学校来讲的话 一共三个课程 一个是生专门学校的 另外一生大学的 还有生就职的 这三个 所以说如果大家比如说来的时候都是初级的大 大家比如说 n5啊 或者n4高一点 他来的时候呢 这三个 其实课程来讲 就是不分你我都是学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中级 可能到n3 或者是到n2的时候 就是这个课程就分了三个方向 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的 这三个方向的人学的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根据他到时候会跟老师提出 提出来嘛 就老师也会问 你是要干嘛 你是要在申请的时候呢 就是在学那个院书的时候 就会有 让你去选择 就是你将来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想升串门啊 大学还是就职 当然就是学学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每个人多少会有变化 对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分班之前的话 还会再做一次 就是说 哎 你是到底还是想学那个 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就要定下来 对对 关于就职的话 其实问的学生挺多的哈 偶尔会遇到30岁左右的 甚至3023的一个学生在咨询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课就职的学校啊 因为有的学校可能只做升学 那咱们这边就职的话 其实挺有特色的 那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 其实年龄呢 跟我们其实国内都是一样的 因为 日本的话 它也是 呃 就是企业来讲的话 一般还是就是说 呃 比较看重那个叫所谓的那个新搜资赛友嘛 所以说 刚毕业的话 他是非常愿意去做的 对 那当然 这种比如说已经有工作 所谓这种征途采用的话 企业来讲的话也会去用 但是说这个时候 呃 可能年龄会他会考虑 另外他 因为我 我们都是这种已经工作过的人嘛 对 所以说他会看你的一些专业性 比如说你是学过设计的 或者是在某个行业 就是说 呃 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打个比方设计的话 他会看你一些什么作品级之类的 那这个来讲的话 可能 呃 就是说 年龄这块是一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能力 或者一些 呃 这个基础知识 这个扎实的这块 可能是企业要看的 这个可能 没有办法去 呃 就是说一概而论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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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相对如果是在日本的话 新操思维存在的 但是留学生其实不存在 嗯 对 他在国内毕业 怎么也上语言学校以后再就职 也得一年一两年后 是 是 是 所以当然就是说年龄大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影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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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日本也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人口在减少嘛 然后劳动力的话也是不足的 那当然他这劳动力不是说只是那种单纯的 可能有某些特定的行业 真的是缺外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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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嗯 机会还是有的 好的 嗯 那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宿舍 生活方面 宿舍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学校来讲呢 呃 到目前为止没有宿舍 但是但是呢 我们是从19年的4月份开始 其实 就是呃 有一个新的宿舍就可以开始用了 对 我们今天正在盖 就是正在建设当中 大概二三月份就能就能出来 那咱以前的学生的宿舍 以前的宿舍的话 就是说学生来的话 我们会再介绍和我们合作的 啊 对 比如说4月这个是自己盖的呢 对 4月份呢 是自己盖的 明年4月份 对 呃 但是因为是新的嘛 所以我们第一期只造女生 对 这一个楼里面就是说 只能容最多容纳40人 就是4人间的话呢 一共10个房间 4人间的话就是40个人 对 但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新的话 我觉得呃 比较适合就是特别爱干净的人 对 对 但是来讲的话就是说 因为四人一间嘛 可能它的这个 怎么相对就是说自己的空间会会少一点 对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 呃 看这个学生的这个具体的需求吧 对 大概就是一个月是28,0004人间 对 4人间 比如说是多大呢 呃 这个大概应该是10平方米吧 我如果就这样的这样的房间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两个 两个上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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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挺紧张的 但是 其实这个您不用担心 很多学校都是合作宿舍 很少有学校自己盖宿舍的 嗯 对 我就 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这个宿舍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安大学员的话 但是他离新宿非常近 坐车的话 有一站叫金堂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小杜老师知道 有一站金堂站 他坐车到新宿的话就10分钟 嗯 但是到我们学校的话 需要三四十分钟 对 对 对 这个可能有一点远 对 所以有些车商他可能不愿意入宿舍 照样学校也还会给对 当然 对 比如说这个册子里面写一些什么 什么Sacola House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 这个的话 我们都会有合作 啊 当然这种是大一点的 那其他一些中小机构的话 我们也有合作 都可以 这个就看学生自己的 这个 他想自己找的话 可以自己找 就是说学校也不会强制 但是说他觉得需要学校帮忙的话 也可以给他推荐 就在留合格后 学校会把素权 发来学校选择 吧 好的 大家了解了 嗯 其他有什么想问的吗 很多老师有问 没有了 没有 我就 就这样了 哈哈哈 行 那今天就倒点吧 然后有其他疑问 同学们可以单独再提问 我们 我的微信税物 我只想换521 就现在 谢谢金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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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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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